怕有機會出放射現象加碼射線 證明什麼呢? 假設A有個放射源 有支蓋加尼納管 我叫GM管 我不寫那麼多中文字 GM就是代替你的管 大考小寫蓋加尼納管 我想量度是什麼呢? 其實有個放射源 距離R 它想量度到放射強度 放射強度用什麼代表呢? A 它的特性就是什麼呢? A 和R 的Square成反比 可能它會 它不會考慮概念 因為這個很深的考慮概念 但它可能會用實驗形式問你 怎樣證明呢? 很簡單的例子 第一,你擺不擺放射的加碼 都會有放射現象的 都會有輻射 所以一定第一件事 拿走這個R on 加碼 先量度一下 周圍的本底輻射 跟著再放一個加碼 你平常量度到放射強度 比之前多一點 然後將量度到放射強度 減回本底輻射 就真正加碼放到輻射 然後怎樣做呢? 將它每一次遠離 距離越來越遠 看能量度到放射強度的變化 如果假設 放射強度和Rsquare反比 那你學過數學 就說 A和1 over Rsquare 這樣看呢 就應該理論上是否變直線 雖然反比 但是1 over Rsquare 是不是變成正面呢? 我怕萬一這些深題目 有機會出 謝謝 那理論上應該不是很高 但都可以當一個 試題的實驗題目 就跟他說 那些這數字 而且